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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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个过气 还是没有过气的国际解说呢 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将是由 Kichibam对上杜格老桑打古猎或者直 这一对局 呃 拿扣杜这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用直 一个是选用古猎那 他最近的一个比赛来看的话 他更加倾向于去用直这个角色 虽然两个角色都可以在对上桑扎尔夫的对局当中拿到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呃 级这边的优势会相对更大一些 尤其是在进攻方面 爆发力会更高啊 比较适合去打这样一个大体型的血量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的牵制能力也完全不亚于这个古猎 所以用级肯定会更加优秀一点 而且Kichibam这边很会打这个老古猎啊 你千万不要觉得老古猎能够在Kichibam脸上去拿到什么优势 那今天这个对局的话 就是一个级对上桑扎尔夫的对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会打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其实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的话 级这边应该是各种优势 各种优势 首先桑扎尔夫这边的跳路会非常的难做 想要跳级的头的话本身就非常的难 第二点是极的这个二段地球衣的这个发波 牵制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极这个角色很少会需要续到两段的地球衣 一般续一段就够了 续两段的话打三两分钟的角色会非常有用 其实一段就够了 一段的话因为发动相对比较快 但是二段的话距离会更远 好 这边直接选择一个取消跑抓 然后再往前压的时候头锤锤一下 这边 哎 清拳直接想要摸一个角 纳扣杜这边是直接被对手打了一个缺乏 青鸟想要反抗一下 吃到一个折定头一波被打晕 比奇巴姆打法依旧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一波就要摁死你的这种节奏了 现在在版面应该是没机会了 因为纳扣杜这个血量他没有机会再去拆了 也不能动也不能跳 反正任何一个动作都会直接死掉 比奇巴姆这边早就已经留好了 点几下 然后等一等 看看你不动 我就一个指令头 这边手上三资源的奇奇巴姆还是蛮吓人的 这一下纳扣杜这边进攻要怎么来打 对手手上是有一发CI的话 如果直接交出来 你也很有可能会一波被打掉半血 再被折两下就要死 带上一个VT就没了 好 那现在杜哥这边成功的牵制住了 重拳这个取消指令头 难道是认为对手会在这个地方复合VS 很有想法 这里是一波直接打晕 打晕以后 哎 连招失误了 而且奇奇巴姆这个摇的也太快了吧 这个手速 一看就是小年轻啊 这个 这边被跳入以后 3P对空 下中角命中 然后VT吸回来 应该是会选择抓一下 抓完以后再折一下起身 杜哥这里会怎么来防 再抓一次 有马上要接近一个买云点 哎 想要跳一个中段 哇 杜哥这边落地反应很快 虽然对手给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那奇奇巴姆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失误 他想要踢对手一个中段 但是起跳了一个中角时机没有抓准 给了杜哥一现机会 刚才那一手则真的是很恐怖 因为无论你是动还是不动 都有可能会被这一招打掉 唯一的防守是拉着后 所以刚才那一手奇奇巴姆已经是做足了行死了 但是没想到对手竟然防住 不是没防 不是防住了 是他失误了 杜哥这边是显向还生 要回一灯 中拳 然后这里插合 Nice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就舒服了 到板边 中拳两下摸过去对手能量还没有满 再来一下 再压一波能量就满了 直接带连招一波带走了 Nice 这里有一个上下则 他直接起跳的话 落地以后 奇奇巴姆这边必须要猜 他会是直接跳起来按呢 还是落地打一个下段呢 还是指令头呢 这些都不好说 这个时候他晕点又很高 水量又很少 怎么猜都是不对的 他只能吃一粒蓝色的小药丸 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 听起来就像是药丸的样子 吃了两粒药丸 好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第二局 上来重拳想要去抓对手的VS 但是奇奇巴姆这边好像也有反对侧 直接是选择了厚厚闪 那这样的话 两边一来一去 就显得很 智力非常的高 都是各种神奇的预判 重拳 然后一个骚腿过去 重拳 清拳 重拳 再拉一个波 卡在板边位 下中拳被放倒了 那现在奇奇巴姆这边可以出门 哎呀 重拳只要一出 现在桑迦亚弗的这个重拳好被针对 我这边跳清脚 VS在取消落地 然后奇奇巴姆知道这里是可以打一个缺乏 这时候已经是很记贼想要抓中断 然后加VS的方式偷一波 现在奇奇巴姆的血量还是很危险 那即便这种情况还敢继续发波 奇奇巴姆这边VT没有吸中 有VT的情况下 发波其实风险非常大 这边发波直接被抓冷了 这里有一个机会直接跳入一波 然后这里清脚没有打C 为什么不打C 不打C是有道理的 我是有信心可以直接在板边摁死你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C 那奇奇巴姆在这里是留下了三个的资源 并且赢下了一灯 这样的局面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 现在奇奇巴姆刚才是交能量了 来打这个波 现在一波推到板边 对空 成功 然后马上再接上 这个对空打中以后后期的回报会非常大 这边VR弹开 轻攻击点开 跳弱 然后跟上一波 出到G这个角色 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上个赛季 唯一一个出场率还算比较高的 再一个指令头 最后一点血量 VT 有有有 可以直接开起来吗 中拳 然后VT 撩下来 再扫一波 直接强行搬运到板边 从一个墙角搬到另外一个墙角 下段折中以后VS撩起来 一波 哇 这个就是G G这个角色有VT满资源的情况下 一波就可以直接从板边搬运到另外一边 一个则就带你上路 即便对手是像桑加尔夫这样子非常厚的角色面对其这样子爆发力 还是一波就可以打死 这就很爽 这两边都是脑足的劲了 拿口度想要快点赢下来 而几奇巴姆是不能输 头锤摸中 两边都是一个败者组的比赛 输了就直接淘汰离场 直接3P对空 队完以后前走 EX 来一波 抓完以后往前踏一波 请攻击再抓 拿口度的防守很难做呀 这个时候全是猜 哇 拿口度刚才被 几奇巴姆这边折过很多东西 他真的是不敢在起身的时候去乱做动作 很恐怖 那这个药丸吃的还是有点用的 蓝色药丸吃的吃的吃的吃 有一股毒奶的功效 对吧 对自己暗示我自己要玩 这说明几奇巴姆才是真正的毒奶 好了 那现在的话比一分是来到了1比1两边要重新打一个reset 从局面来看两边是不相上下 但是如果说要打印极的话 几奇巴姆这边明显是要花下更大的功夫 需要有更多的努力 现在他就比较吃紧 下来先发波 总权摸中一下 心下地板 地球一两段有了 那这样几奇巴姆又抓空一下 开场是雪马亏 然后拿口度这边是终于蓄到了两段 去到两段的话这里活力会极度猛 而且牵制力也会很强 一波 哇 这就像 这就像什么 这有了两段地球鱼就像已经是开了VT一样什么 带一个扫腿过来 下段 喂喂 连续两下vs被确认到以后直接是跟上一发头 堵个一波 直接是打的人非常意外 他开场决定续满自己的地球 去造成一个两段的效果 投锤中 然后一波 这里 诶 打在对手的霸体上面 一波直接锤到一个C靠 现在晕点非常高 轻调一点重 直接后条躲开 落地马上一个EX的突进 再来一波 又是一个败运 VS推完VT一波打过去 下段则中 就是不出指令头 Kichimabu各种认为对手会出指令头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对手是有可能会出这个CA 他冲拳摸完以后直接选了走人 然后扫腿过去 对手竟然没有用CA来做一个缺乏 直接后后躲开 用VS拖一下 要不要再续一下自己的地球仪 用两段来打 但是现在这个点不合适 对手手上是有VT 洗回来就直接一个CA了 这里下中角被防处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纳库杜这边不用担心对手的VT 这里会怎么做 要不要冲 这边下中角摸完以后 Kichimabu为什么要在这里抓他指令头 很多时候就是想拼一枪自己的脑洞了 我觉得他脑洞确实很大 但是杜哥这里还是非常冷静 往后退了一步看了一下对手的行动 以后确认 每一次Kichimabu这边要做了一个小动作的失误 他马上一个确认就打回去 这对于Kichimabu来说非常的难 因为这些动作不是他不能做 而是他必须要做 他不做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做了就会被对手打 他就每一下按键对于他来说都风险巨大 不像我们平时这种菜鸟巨大的时候 对吧 这些动作其实挺安全的 触控就触控了 但是这些高手的过招当中 这每出一下就是要命的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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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